他是林彪的同班同学,著名的抗日名家,兵败后成为大毒枭,昆沙是他手下。 电影《湄公河行动》是根据真实故事《湄公河惨案》改编而成的, 《湄公河行动》自从开播以来,反应是非常强烈的, 大毒枭昆沙也走入了人们的视线中, 其实早年金三角的大毒枭并不是昆沙,而是蒋介石嫡系中将, 李弥,昆沙还是李弥的手下。 李弥,1902年,生于云南省营江县太平街, 他的父亲为珠宝商人,家境还算比较富裕, 22岁的时候在云南驻越天军第七师师部当差, 后来被生为副官,有机缘巧合之下, 任韶官督办公署顾问袁恩熙为义父, 同年,他又考入了黄浦军校第四期, 与林彪是同班同学,后来又在朱德处当差, 但是他后来还是选择跟随蒋介石。 因为出身好,加上又是黄浦军校毕业, 很快成为蒋介石的新副外将, 当上整编第八军军长, 抗日战争期间, 他参加过昆仑关战役等战役, 也算是一名抗日名将了。 淮海战役时, 他又升为第十三兵团司令, 但是在淮海战役期间, 李弥表现得很差劲, 因为贪生怕死, 他没有去救援黄百韬, 导致黄百韬不全军覆没, 黄百韬也自杀身亡, 李弥也趁战逃跑, 后来在浙江奉化, 受到蒋介石的召见, 仍然深受蒋介石的喜爱, 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十三兵团司令兼第八军军长, 从此之后李弥驻守了老家云南。 1950年, 云南解放, 国民党第十三兵团被击溃, 但是李弥仍然没有被抓到, 率领残步逃到缅甸, 在中缅边境一带活动, 不过后来李弥又回到了台湾, 1950年9月, 他又被蒋介石派到了缅甸, 在缅甸集结旧部组建武装势力, 多次侵犯云南。 但是刚刚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时间关注, 远在缅甸的李弥极其旧部, 在资源补给方面远远达不到生存条件, 为了生存, 李弥率领残步就在缅甸一带种植因素, 生产鸦片和海洛因, 久而久之, 泰国、缅甸和老挝三国边境地区的金三角, 变成了世界昭明制毒贩毒的毒品产地, 李弥便是这群人的大头目, 后来闻名世界的大毒销婚纱, 早年就是李弥手下工作。 1954年, 撤往台湾, 1973年3月10日, 病逝于台北, 中年71岁。